天普市新分行位于Lastuna大道上宽敞的接待大厅 结合现代感的设计元素并延续品牌的主要色系 且针对不同产品服务还打造出接待专区 提供客户高质感的分行体验 中国信多是一个全球化的银行 我们在全球有超过270家以上的分支机构 天普市在南加州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城市 我们在南加州已经有13个分行 这是我们在全美国第18个分行 我们在去年的11月份有开始试营运 我们受到当地的Temple City当地居民的热烈的支持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到现在没位置我们的存款已经超过5000万美金 且肯定美国中国信托银行在美运营超过55年 且天普新分行开业不到半年 已然成为社区中最受欢迎的银行行点之一 包括联邦众议员赵美新代表和天普市府经理 也特别颁发荣誉状表扬 我们在未来还有继续扩展的计划 我们今年已经在沃纳核桃市 还有南加州的Torrance也开设了分行 我们也在往后这一两个月内会有新的开幕典礼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持续看着除了加州的成长之外 我们也会对外州的一些有可能的一些城市做一些市场的规划 我们总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一些实体跟网络的服务呢 能够扩展到整个美国以及海外的客户 然后让中国信托全球的客人在投资理财还有资金转换上都会非常的方便 开幕典礼上 美国中国信托银行还特别捐款17000美元资助社区非盈利组织 Junior Achievement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以帮助社区家庭 让小朋友可以在充满爱与希望的环境中成长 美国中国信托银行副执行长刘建宏表示 守护客户的资产一直是中国信托银行的首要任务 中国信托银行拥有业内最强资本氏足率的华资银行 在全美也是名列前茅 且中国银行隶属于母航台湾中国信托银行独资的子公司 获得母航的权利支持 中国信托银行将权利提供客户所需的银行产品与服务 东森新闻彭迪关键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